台湾时间晚间7点多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灵鹫抵达巨型葬礼的教堂 现场响起大批民众高喊纳瓦尼的声音此起彼落 人群里也有不少人为纳瓦尼鼓掌 随后第一张葬礼照片公开 可以看到大批亲友包含纳瓦尼母亲围在他的灵鹫旁送他最后一程 纳瓦尼妻子和女儿则未到场 因为就怕俄罗斯当局借机逮捕他们 现场大批警力层层包围 民众大排长龙都来送别纳瓦尼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场转播的CNN 在纳瓦尼葬礼途中直播讯号速度遭到干扰 参加葬礼的还有美国及法国驻俄罗斯大使 葬礼举行两小时后 纳瓦尼遗体将送往离教堂走路约30分钟的 鲍礼索夫公墓安葬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